我自己会希望我可以不要太用台湾人的加成去看 因为我有尽量的都不要去想说 OK好棒这是台湾做的 我觉得我们自己家这里游戏很棒 我尽量不要去这样想 因为我觉得他们已经是很优秀的游戏 我不需要去用这种想法去做评比 没什么需要 如果今天是一个很弱势的游戏 需要我们用更宽大的心胸去接纳它 好了也许台湾的游戏产业不能算很强 但我认为现在应该已经是可以开放市场竞争 就不需要去比较包容 我是觉得就是正常市场自由发展就好 这样是比较健康的 好想看杰哥工伤明朝不需要 就说了我们已经把明朝往死里打 不需要工伤它 哎现在回来玩手游 哎不论是这个明朝也好 还是晨白也好 哎呀都还是让我怀念起玩单次游戏的那段时光 火侠传当然是好玩 但就算连我觉得没那么好玩的黑神话悟空 我也还是能玩的津津有味 哎现在回来玩手游就觉得 哎呀好郁闷啊 可以玩心灵特攻 哎呀突然又觉得手游变好玩了 不然去做动画评论 哎呀突然又觉得好像可以可以做这个手游了 哎原来你不把手一块当工作 手一块还是工作啊 就放假放很久 然后突然要回来工作就觉得哎呀好不想工作好不想上班哦 下一次放假就是等下一款新的好玩的又有流量的单机游戏推出 好不好 哎我现在只求一件事 快给我解药啊 鸟雄 你只要有改版有出一条新的路线 我就可以马上的跑去玩 看一下好久没逛野鸡吧 哎第一名又回到我们新风之谷 黑神话悟空 从以单机游戏来说还撑到现在就是了不起 这个目前我们玩完了 个人评分这个75分可玩 这个最后两只都是boss哦 隐藏boss跟最终boss两只都不错 打起来挺有趣的 真的还不错啦还不错 没有到超好玩 我对他的评价有点像是 我前一阵子刚好你在想这件事情你知道吗 因为之前大家不是说 你不应该拿3D动作游戏去跟像这个九日啊这种 或是火侠转然后不同的类型去类比 不能这样去类比 我当然一开始觉得OKOK就好嘛 就像你这个打格斗比赛有不同量级之分 不同游戏也可以有量级之分我觉得也蛮合理的 那我突然想了一下 因为觉得好像有一点点微妙 我自己有没有想出一个比较完整的答案啦 那我也可以跟大家小聊一下 我自己大概大略的想法 但我还没整理很清晰 简单来说就像王瓶好了 以吃牛排来说不算特别好吃 他一刻我印象中大概是1500到2000这个range 在牛排里面应该不算是最便宜了吧 那你吃王瓶所获得的快乐 跟你家旁边一间非常优秀的小餐馆 以我自己举例 我家旁边有一家很不错的日式狙酒屋 他的各个小菜色 你吃的出来他也不是说什么 你食材用的多好 但就是厨师他调味里做的很不错 我觉得咸淡适中 然后烤的也刚刚好也很嫩 我就觉得我吃这家获得的快乐 可能是四五百块 我觉得大于吃王瓶的快乐 就以获得的快乐角度来说 对黑神话悟空可能就是3A游戏 相对来说对标的可能就是 比较就是一样 大宣传大致说那些游戏 用这些便宜的独立游戏去跟他比 好像不太妥 但你问我 我在吃王瓶跟我吃我家旁边居酒屋获得的快乐 我绝对会是说我吃居酒屋 我就比去吃王瓶快乐啊 要说金额吗 其实你讲的这个也有一个道理 我其实也有想说金额的问题 我觉得这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逻辑就是 个人收入的影响 就是可能讲 吃两千块的王瓶跟吃五百块的烧烤 对我来说这个价位差 他不会是影响我心理感受的重要权 这对我来说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就像是你今天吃五十块的便当 跟吃一百五十块的便当 吃五十块跟一百五十块的便当 老实讲 差那一百块也没差 也没真的差很多吧 对吧 所以我觉得这个五十块跟一百五十块 对我来说不会差距大到 影响我对这个东西的评价 那你再讲小一点 再小一点好了 就是三十块的手摇影 跟五十块的手摇影 那你觉得这家三十块的就比较好喝 你是因为觉得差这二十块吗 差这二十块 所以你觉得三十块比较好喝吗 这个影响应该就很小了 就有点像是这种感觉 那这个就真的因应每个人的 对金钱的价值观不同 而有所影响 那对我来说 对我来说 这个六百块的九日 跟一千两百八十块的 这个黑神化悟空 对我来说这两个价格是不影响的 所以我觉得并没有影响我对他的评价 还有三十块手摇影 来买什么 好吧四十块好不好 可不可四十块 我喝四十块的可不可 可能获得快乐 比一些可能奇奇怪怪的店 卖的七十块的手摇影 我觉得好喝多了 那这个三十块钱的差距有影响 我对可不可的判断吗 我认为不会 但你要跟我说 我对所有价位都没有感觉 当然不可能 但就是至少对于六百块跟一千两百块 他的价格差距 不会让我有太大的影响 至少以我个人感受上来 阿如你今天说 今天是一个一万块 跟十万块 这两个东西的差距 那我可能就感受上 差距很大了 就是可能这个十万块的东西 只要稍微有点瑕疵 我心里就会觉得 干妈你都十万块了 还这么多瑕疵 六百跟一千两百有差 不然怎么大家都在等特价 没有没有没有 我就说啦 我个人的平衡 就这六百块的差距 对我来说 我没什么太强烈的感受 所以我就是纯粹觉得 我玩来一个游戏比较快乐 对我玩回家转比较快乐 我玩九日比较快乐 我玩黑神关悟空 还行 但就要跟两款比 我觉得差多了 这样子 就是会有一个 我心中会是去这样比 但有些人觉得 我不应该这样比 这个不同类型的游戏 不应该这样比 但我心里就觉得 也没什么不能这样比 当然啦 这也只是我个人心中的评价 金额越大 越不能接受瑕疵 我是觉得也还好 就讲目前我玩过比较贵的游戏 这个不要讲手 因为手的上线太高了嘛 那你就讲目前单线游戏比较贵的 就暗黑破坏神4 暗黑破坏神4 价格也会比较高吧 它明确的比较高 但我也觉得还行啊 但我也没有因为 它比较贵 我就很放大检视它 我老实讲 我觉得我玩的算开心的 我反而有一种 真的有这么糟吗 我也会去看别人评价 也有很多负评 但我觉得也还行啊 也没到那么糟 所以我的意思是 我也觉得 好拉2200 但我也没有 我心中也没有受 因为2200太多影响 我觉得也还OK 我也没有放大检视它 所以啊 我个人觉得 在单机游戏的价位里面 我心中的评价 不太会被影响太多 那杰哥 DLC 艾尔登1490呢 艾尔登法环就说了 最烂 最烂DLC啊 这个魂系最烂DLC啊 绝对实至名归 不开玩笑 你去玩过所有魂系DLC 这个诚意都 都绝对比 黄金树幽影高啊 黄金树幽影真的 没有到很优秀 但它终究还是艾尔登法环 所以它还是 算是好玩的游戏 但就是相比之下 做的没那么好 这是比较值 暗黑九日火夹传比 当然九日火夹传 欸九日跟火夹传在我心中 评比非常高呢 我自己会希望 我可以不要 太用台湾人的加成去看 因为我有尽量的 都不要去想说 OK 好棒 这是台湾做的 我觉得我们自己家 这里游戏很棒 我尽量不要去这样想 因为我觉得 它们已经是很优秀的游戏 我不需要去用 这种想法去做 评比 没什么需要 如果它今天是一个 很弱势的游戏 需要我们 用更宽大的心胸 去接纳它 好了 也许台湾的游戏产 不能算很强 但我认为 现在应该已经是 可以开放市场竞争 就不需要 去比较包容 我是觉得 就是正常 市场自由发展就好 这样是比较健康 所以我是尽量 抱持着这个想法 再看那九日跟火夹传 但我还是很爱它们两个 所以我就 有一点 也是我摸不透 自己的心 我不知道我到底 心中出了 多少的影响 但至少你现在问我 我是觉得 OK 我很爱这两款游戏 倒是因为台湾的游戏 可以拼命吐槽它 我是会 批判一些地方 像是我一开始也有讲 九日最大的问题 就是我觉得 这个八百块的地图 实在太贵了 不过它也后来改了 它后来改了四百块 哼哼哼哼 虽然我玩完的时候 都还没改 但是后来这样改 我认为比较合理 沉默意志主要是因为 它不太适合开YouTube 开得还不太好经营 我必须说 火侠传喔 真的是意外的 很适合实况开 不然我正常来讲 我应该不会碰 火侠传这种类型 这种剧情游戏 它其实是偏难开的 那火侠传的剧情节奏跟文笔 各方面都真的很优秀 可以开的就是怎么说 节奏很轻快 然后其实战斗也是安排的 相当的适度 然后游戏玩法 虽然是简单的回合制 但又有一点点它的乐趣在 所以我觉得算 各方面来说 节奏感安排的蛮好的 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 还是节奏 因为剧情游戏 很容易拉太长 就你很难要保持着 跟观众的互动 然后又同时 你能投入在游戏中 但火侠传它 观看上的门槛 其实没有到很高 节奏又快 然后又有很多什么 纸骰子啊 这些有的没的东西 可以有很多的变因 很有趣 那因为分支过多 所以大家会愿意来看 因为 我有可能 大家不是常讲的 今天又多看了十块钱 可能这段没看过 又多看了十块钱 所以大家会想要来看 不同人玩火侠传的意愿是蛮高的 我觉得主要它结合了这几个特性 所以我觉得 我不确定他们当时 有没有想过 它可以在实况上 更有效果 而这样设计 我猜应该是没有 我觉得很少人 会 能想到这个 地步 但 结论来说 它的设计是适合实况的 就结论来 九日真的好玩 平常听讲 确实是最棒的 雷银合成之一 连空洞骑士出 都很喜欢 我自己是 直接明确的说 九日我是更喜欢 但空洞骑士我也很喜欢 两个都很棒 但就是心中评价的话 我觉得九日 刚好更打中了我的 居点吧 我自己讲 在剧情 剧情一开始 以为会很迷语人之类的 然后结果 诶 故事都顺顺的讲完了 而且是那种 怎么说 简单有效 就是 有点老套 但 王道又好看的结局 整体让我意外的 在最后 剧情投入的蛮深的 所以我觉得 最后 是因为剧情而加分 只论它游戏性 去跟空洞骑士比 那空洞骑士一定是屌达 这我是完全同意的 但我觉得最后 这个剧情画龙点睛 在我心中 多加了几分 跟批谎很像 诶对对对 批谎一开始我也是觉得 哎呀 妈的都 累魂游戏 剧情一定不会跟你好好讲啊 剧情我前面都没看 然后到中间发现 诶 剧情其实好像也没那么难懂 然后稍微开始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 然后发现 哦 剧情期看得懂诶 然后就把它看完了 批谎最后也是还不错 诶悟空剧情你有投入过一撕吗 我有试着投入过 我跟你讲 我都不是一开始就不看剧情 好不好 我剧情看不下去 一定都是因为某些原因 我觉得讲故事 是一个相当困难的一件事 那通常都是会在某一个点 让我发现 诶我跟不上剧情 那我还是会试着把我的 注意力拉回来 再跟个几次 我通常可能会试个二到三次 然后这个二到三次 没跟上之后我就 好啦算了算了算了 我就放 之狼剧情怎么说 诶没有啊 之狼大剧情很简单 蛮直观的 其实蛮直观的 我老实讲 大方向是直观的 但你一定有细节 细节可以探讨 但我觉得这已经是 魂系里面 大方向给的最清楚的 所以我觉得 那一次算 宫崎英高 意外的把剧情讲得非常好 就是有给你大方向 但是细节 也让你足够的去考究 所以你还是可以有 狼学 狼学还是有 但主线大家都可以跟上 我觉得这是很棒的 这个很棒的进步 2019年这个GOTY 完全是十字名归 怎么没有跳过 没有啊 我就说 通常都是因为 我发现我跟不上 我才跳过 他就没有让你跟不上啊 我自己觉得 目前很多手游的叙事能力 是有很大的问题的 然而 这个问题 我认为它的源头 来自于一款 靠剧情活下来的游戏 就是FGO 我觉得有很大的错是FGO 因为FGO 让那些其他厂商认为 你看 这个你剧情啊 就是要写的露露等的 你就说写很多的剧情给大家看 这个蘑菇式的写法 耐虚蘑菇是怎么样的人 今天一个小说比赛 这个可能要求你写十万字 然后他可能就是写 写好了 哎呀写完了算一下 靠北要三十万字 哎这个超过规格 没办法比赛 不是写太少了 不是写不完 是不小心写太多了 这就是耐虚蘑菇 月姬 麻烦把女主角线写完 写写写写写写 你写了多少 我算一下 差不多以现在的小说来算 大概二十一本小说 二十一本 神经兵呀这人 这人他妈的就是 超超级爱写 虽然废话很多 但怎么说呢 废话但是有用 废话但是有用 所以这个造就了骇人不浅 那所以今天有一个人 跳出来选择 这个尽量都以简约的方式 来跑剧情的 那就会变成很大的优势 也就是尼姬 尼姬他其实很多剧情 也就是OK 简单暴力 王道直观 但怎么样 但他妈超有用 就是故事好好讲 剧情节奏爽快一点 每一段的剧情 简简单单看了不要有压力 这样不就好了吗 所以我觉得大部分的手游 应该都不要以FGO 去做参考 应该要以尼姬来做参考 尼姬才是 这个我觉得现在 手游剧情的典范 明朝一点一进步 就是因为简单爽快 有进步这一点 但还有一个点 就是他可以跳过 所以那个时候 我在跑精细的剧情的时候 精细剧情那时候我就跳了一劫 但是我就觉得 没关系啊 这一段没看到也没差 然后就重点了之后就看一下嘛 然后我觉得 诶重点的地方写的也还不错啊 如果每个地方都要看 确实也会让你觉得很烦 所以我觉得 这个明朝 有安装 跳过剑 非常重要 FGO 非蘑菇的张杰也很鸟 对啊 所以嘛 这个也不是每个人都能造蘑菇那样啊 所以我就说蘑菇带坏大家嘛 就是这个人害的 害大家都写了 他妈有个场 有个啰嗦 我觉得通常大家会 这种二游 这种二次元手游 都会很注重 人物塑造 所以他们会尽量多做一些 可能人物的反差 或者是 呃 角色的互动 大家想要刻意去做人物塑造的时候 而做的刻意感 让人觉得 有点 假假的 就是我看得出来 你这一段是想要做人物塑造的感觉 那我觉得其实现在蛮多手游 会有这个通病 那我必须说 火侠传在这一点 真的是做的比较好 就虽然他当然也会有一些 人物塑造用的桥段 但他通常都会先给你看一个 比较表面 比较好理解的 但剩下的一些细节 就是你慢慢跟他相处之后 偶尔会透露个一两句 就是像二师兄 二师兄就是那样嘛 辣手相公 坏坏辣辣的 但是这个掌门叫他去吃饭的时候 他露出了那个笑容 诶 这个就有一种 诶 二师兄 其实挺暖的 或者在某些时候 那个你被欺负了之后 但你身为唐门人 他还是会帮你 他还是站在你这边 帮你抵抗外敌 骂外面的人 你还是会觉得 二师兄是暖的 我会觉得他会在制度的时候表现出 他该表现的这个人物塑造 我觉得是比较刚好的 但我觉得现在蛮多的游戏会 可能这个角色刚登场 他希望玩家赶快认识他的魅力 所以他会马上给他一些 可以做反差的机会之类的 然后或者是让他多讲一些垃圾话 但那些垃圾话可能就会让整个故事的节奏不好 现在我觉得二游比较常出现这种感觉 但我没有仔细去抽丝剥剪 所以也可能不一定是这个点 那可能都要认真的去重新拆解 我才能完全知道 但以我现在回忆起来的话 我的感受是这样比较多 要卖卡吧 但我觉得也可以稍微拉长铺层 像长梨他也是后面出的 但他前面就有稍微露一点脸 看Fate角色就知道了 其实我刚才想Fate 其实Fate就是 也跟 我觉得他 他跟火侠传的塑造方式上有一点类似 就他确实也是在 你需要知道的时候你才会知道 这个角色的一些性格 就拿狗哥来讲好了 刚登场的时候给你的感觉超普通的 就是一个肌肉狂战士 他就是一个很爱打架 也性直觉很强 的一个战士型角色 是这样而已 老实说看起来蛮模板的 但你总是会在一些小地方 感受到狗哥的魅力 然后你感受到魅力 你就会喜欢他嘛 自禁那段其实老实讲 算是我觉得狗哥最帅的一次 被捅了心脏 然后还是站起来 然后把延峰给捅了 然后他就说 如果心脏被捅 就会死的话 就当不成英雄了 当什么英雄 干有够帅 看完这个 哦靠妈这个角色 真的是太他妈帅了 就他总是会在一些 适度的地方 让你觉得 哦干这角色 是很帅的 但你如果没有碰到那些地方 其实 狗哥就是一个 他的master 好像都不知道在哪里 然后他就是 偶尔会出来 搅一下 然后又不见 出来搅一下又不见 感觉超级不重要的角色 你完全不觉得 你会喜欢上他 但结果 整个故事看完就觉得 哦靠这角色是帅的 所以我觉得现在 对对对 有一点 这个素食的角色刻画了 现在 怕你不认识我的角色 怕你不喜欢我的角色 我赶快把我的角色刻画给塞进去 但如果 不顺着一个节奏或是在一个适度的场景 做出这样的行为的话 老实说是 有点尬 现在的 市场太素食 不愿意接受慢热型的培养 但我觉得如果你用 你用人物塑造来让你的节奏拖满 其实也没太大的意义 就是我觉得效果也不是很好 就我自己的感受啦 就是为了 急着塑造角色 然后把你的剧情拖得比较难看 我觉得反而也 没有太大的意义 我觉得不如你故事节奏好一点 然后人物塑造放的少一点 但你放的地方是精巧的 这样子的话 我觉得感受上 故事阅读起来会更好 那过到期了吗 还没 还没过 但我们就是停留在到期 我就可以永远说 这个虚迷风呆还有纳塔都是好玩的